字幕志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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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牌上的名字分別是張俊號、鄧希文、高子斌等 在2019年11月11日至13日 中大2號橋發生激烈衝突 警方向校園發射超過2000枚催淚彈和橡膠子彈 並出動水炮車 5名中大學生劉俊毅、扶海程等在11號被捕 其後遭控暴動、違反禁蒙面法等罪 5人被裁定罪名全部成立 分別判囚4年9個月至4年11個月 而在12號 中大學生陳喜恒、鄧希文、黃亭濤 李大學生李俊號及Ivy學生張俊號被捕 其中黃亭濤已經離開香港 其餘4人被控暴動、違反禁蒙面法等罪 李俊號及鄧希文被裁定暴動及違反禁蒙面法罪成 分別被判囚4年6個月及3年9個月 李俊號及陳喜恒的暴動罪名不成立 陳喜恒則被判一項違反禁蒙面法罪成 被判囚2個月然以獲釋 中大學三部昨日在Facebook專頁報導該則消息 引來大批網民留言支持 有人表示香港感恩有你們 學生們辛苦了 也有人叫他們保重自己 同學仔要留有用之身 也有人對此感到嘆息 說辛苦了新一代 昨天早上也有人在中大校園 多處懸掛或貼上標語 還我學生自折 懸生共折必先共耳等 不過在早上8點左右已經被校方拆除 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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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 未來 感谢观看